我們要講到這個 sample 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這個範例裡面總共會有兩個工作表 第一個是 data 第二個是 test 裡面分別就是放 data 的部分總共是放兩千多筆的試題 就是說假設你將來要做一個類似像模擬測驗系統的話 首先第一頁就是放 data 第二頁的話是放 test 就是測驗 這邊是題目 這邊是測驗 測驗部分只需要80題 這個題目數量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調整 再來就是說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當然這邊最後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說最後做出兩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我們可以從那個 這個地方繪圖裡面 這個 快取圖案裡面我們用那個 這個地方用淵膠矩形好了 比如說這上面我將來希望做出一個叫出題 按下出題的話呢 這邊呢我們就可以假設我用這個顏色好了 那 不要框線 不要框線 裡面的字的話呢我就是給它一個叫做出題 好那這邊的話呢到時候需要有一個什麼呢 需要有一個就是指定聚齊 聚齊的部分 按下去之後的話它會自動幫我重新出題 另外當然也再需要有一個叫做這個評分 或者是叫做這題 我們的 這邊的話呢我們叫做評分好了 所以底下的話呢再做一個按鈕 就是在這裡的話呢我們需要一個叫做按鈕的 這個一個按鈕 讓它做評分 那評分的話顏色部分這個地方自己再做一個決定好了 換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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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 框線的話不要 那裡面的文字的話就新增文字 那把它自裝 那顏色的話 自的顏色把它改成白色的 這樣感覺會比較明顯 好 一個出題一個評分 所以這邊的話按下評分 我們應該進行 我們應該進行 我們應該進行